就是沒有把樹當作是一種限制 所以它就是用它最方便的方式 就是把它砍掉 然後就是空地一遍 然後我們來 這個做完路以後 當然要再製作 那如果我們現在提出來說 那你必須要保留樹 那這個時候工程師就會有另外的事物 另外的一個作法出來 只是一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把這個當作是一個限制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限制丟給他 而且我們現在也給他一些 可能的思考的方向 那我覺得他並沒有這個 迴避的這個條件 來 沒關係沒關係 我想請問說 老師啊 就是說 通常這樣子設計的時候啊 就是在完工之前 是不是常常都會遇到很多這樣子 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什麼 而去修改原本計畫的 這個路的部分 其實在整個計畫的 的時程是在 也不會太糟了 現在也差不多 因為他主要是為了要 地下室的那個 那個引導要進去做問題 所以現在是開始 但是也不是 不 急到說 這個 這個 要在 一天兩天 把他進去這件事 在工程上面 我們在工程上面 所有的工程 都即使都有一定的進度 都有一定的進度 所以在工程上面 除了說 你山崩 或者是貪荒 沒有緊急的事件 所有事情都是在他 暗部就班 裡面的一個計畫在做 所以以目前我們看到 他現在進行的這個 狀態來講 現在來討論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完全說 啊來不及了 或者是 沒有 我不認為 沒有這個來不及 他那完個兩三個月都沒有問題 不好意思 我請教一下 就是在他官方的新聞稿 還有我們溝通的過程當中 那 台北市政府要始終就是說 都審會經過10起次的會刊 確定這是唯一的方案 所以呢 沒有辦法再修改 那我跟遠雄講說 我願意免費花錢 請這個專家學者 然後做一份圖送給你們 遠雄也不敢跟我眼頭答應 就是完全不跟我回應 就說不敢跟我答應 我本集賞給 我管一開這雷節 請這個大家受幫忙 遠雄這個有錢沒關係 我捐給他 但是他也不願意答應 然後呢 事實上呢 我們去了解 就是 在全球有很多的地方 包括我們台灣 有很多的 已入就樹 的案例 那 難道 是不是真的就是像 我很想知道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 這一些樹沒有被砍掉 那我們的落就算是蓋不成了 永遠就沒有辦法有交通的流量 是不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們很想知道的 也是我們民眾所關心的 當然不是啦 我剛剛不是講說 只要是入通的都可以 這個人做 那現在他把原來的 內快車道是三車道 外面兩車道 就是以中央分隔 就是 裡面是三 外面是二 這樣一個負射 改成 裡面是二 外面是三 那麼這個當然 可能影響到車流 變換的 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 做過 做了適當的 規劃 或者是 做了車道的分配 比如說你右轉的 你就不要 你就在 在裡面 提前在裡面右轉 直行的兩車道就在裡面 或者是七七車 七七車做一些事 當的一些事 我不認為 就做不到 現在 現在的台北市的交通 其實可以改正的東西 還非常 那 他們這樣的說法 我 我 請教一下 實際上我們在規劃馬路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在規劃馬路的時候 我們是要參考哪一些數據 這些數據的模型 然後呢 他與事實上面真正的真實性 有什麼樣的一個落差 然後呢 因為大巨蛋這一個地方 他其實周圍 就是說我們有知道他已經有那個 那個結院的出口站 然後呢 就是如果說還要去繼續有更多的停車場 然後 這附近的交通 有沒有辦法去知道說他能不能去unroad 這樣子的一個車流 在 不用怕這樣一個 道路的一個情況 大概第一個我們要知道到底 預測 我們會去預測到底有多少的車輛 會使用這個道路 所謂這些車輛呢 其中到底 腳踢車有多少輛 機車有多少輛 大客車有多少輛 瀏覽車 公車 各有多少輛 不會去預測 那計程車 泡瓜當然泡瓜計程車 這個是整個路上面的一個流量 那如果從這個流量上面來看 那當然沒有問題 原來是 23 原來是32 現在變成23 就車道數上面是沒有問題 這個流量的問題是不存在的 但是另外一個是 你還要看他的轉向 就是說這些車子裡面到底有多少是執行 有多少是要右轉 有多少也是要左轉 這個轉向的一個流量 那這個當然都是 預測 好那現在 我們一個做法就是好我們可以找一個空曠的一個地方 我們就模擬 現在道路的一個情況 就假設 駆了一兩千輛車子然後就去跑 跑 就去跑 跑出來就是在實地上現場去跑 跑出來我們會去量測說 這個這樣子的話這邊的服務水準 就是說 他到底停車 我們到底會等多少 好我另外再變換一個路型 用同樣的車子去 模擬 反正 這個實在都實地模擬 但是這個很花錢 所以我們在交通的專業裡面我們就 研究出一種用電腦模擬的方式 我一樣在電腦裡面 把這個路型畫出來 可以丟很多的車子 按照我們所預測的這個車有的一個比例 車流的硬性的狀況 丟進去 然後去模擬 好 那模擬出來後我們就可以來比較說現在的這個狀況是如何 遠熊具帶用遠熊版的這個方案 我們出來的服務水準是怎樣 那接著我們民間版 這個 提出來的這個方案到底 就是如何 那就進入這樣的方案去 做個比較 那 比較出來以後 接著你可以去選擇 你說啊我這個的 服務水準 要 很多車子呢 平均 要等 100秒鐘 那另外有一個車子呢 評估出來說 要 102米 那 你覺得要選什麼 我選數留下來多一點 我不曉得 所以 你怎麼知道 100秒是哪一個方案 102秒是哪一個方案 我不知道我就選數可以留下來 那他可能不是這樣想 好 我們兩個方案評估出來 可以 可能是一個是100秒的 一個是 102秒 或者說 101秒 好 100多秒 那我們在選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要選 少一點 就是停車 停等少一點 我們選100秒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說 選100秒要砍 100 顆 100顆數 那選 105秒的 只要砍20顆數 那你要選什麼 那就是大家來選 其實就是這樣子 大家來選 那也有可能說 100秒的 都不要砍數 105秒的 要砍20顆數 那你要選 我想遠雄應該是那麼笨的 他會選的還比較多數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 最後的一個絕固 有時候你會去想說 那 5秒鐘 有那麼重要嗎 5秒鐘有那麼重要嗎 5秒鐘 然後 講一叫電話 滑一下手機 超過5秒鐘 但是 當然我們這個專業就是 有時候會 計較 我們有一些 方式 不見得 完全 符合你們的理解 但是 我們的一般的 現在的大部分 你們所看到的 很多的 交通的方案 都是講解出來 但是有時候真的 100秒 每150秒 真的沒有太大的差距 我也覺得 沒有太大的差距 這個我們 謝謝教授 先